我覺得笑是可以幫到很多問題 越幽默你就越覺得這個人很可愛 你最後才會為他而相感 大家好 我是陳詠珊 有一個階段我原本已經放下了 我沒有信心到 我覺得我寫不到一個完整的一本 就剛巧收到電話 收平找我去幫他寫一個劇本 那一刻我突然彈起一件事 如果我要繼續寫好自己的劇本 其實真的要試一次幫自己寫 每一個編劇至少要拍一次戲 做一次導演才知道真正的劇本是怎樣 因為我以前也會跟導演爭辯 所以過程之中又是一個好好的劇本練習 就是落到現場原來這樣寫是不行的 原來這樣寫沒有影像 這樣寫是太長 原來這樣寫演員吸收不到 原來這樣寫是很難表達 於是經歷過夜樓大叔 對寫劇本那件事 就多了一個層次 夜樓大叔裏面有一個角色叫阿松 其實是一個女生 就是吳振宇 當自己是爸爸這樣去照顧他 其實我寫的時候 這個角色是一個男生 在我人生裏面的確有一個很疼我的叔叔 死亡想哭 原來寫自己的東西很多時候會誤以為 很感動 但是因為我自己有自己的情緒 放進去 變成那樣東西原來在影像上呈現 或者不夠力 鎮月很好 他給了一個例子 他就說 你改他做一個女生 抽離了 現在就舒服很多 我覺得風格是跟人的 但是風格也不應該刻意去找人 因為你的性格 你的取向 你的喜好 就會自然出來 我的電影裡面 或多或少會有喜劇元素 可能都可以是我的風格 因為我對笑是挺重視的 我覺得笑是可以幫到很多問題 例如推一個人物在故事的尾段 是會令你哭到瘋 他前段更加應該要令你笑到瘋 越幽默你就越覺得這個人很可愛 你最後才會為他而相感 不要小看笑的威力 我未必是很刻意去拍喜劇 但是我會重視笑這個處理 《二樓大叔》裡面 其中一個設計就是 劉德煒已經重去飛 剪剪轉轉 由第一個人去了子彤道 又去了德賓道 最後回到燦糧道 為什麼會有這個設計呢 其實是我自己很喜歡 那種命運的兜轉 我看了很多韋家輝的作品 他那種宿命論之後 我放了下去 我覺得這個小脆味是自己頗有滿足感的 不覺不覺不覺 令大家覺得 所有東西原來都穿得翻 也是潘燦糧的角色 其中一件事 就是他的救贖在自己身上 你最後要解決問題那件事 那個癥結 就是你第一次扔掉那件事 到最後回來 找你自己 我自己很喜歡看荷里活那些愛情喜劇 那些主角是拗謀一套經典電影的 於是大家可以拗來拗去 一個共同回憶 那觀眾又會明白 我很想把這件事放在香港的電影裡 就是阿鎮宇說 你有沒有見過英雄本色 馬哥會哭嗎 德賓說 馬哥都會哭 神經 馬哥何時有哭過 我覺得這個很有趣 為什麼一個人要投射 他的男性偶像 在這個世界是不應該哭 但另一個人覺得 在他的世界是有哭 九七、九八年左右 我媽媽在美國買回來給我的 第一隻胡迪 很記得我第一次去戲院 看《Toy Story》那個震撼 原來故事可以這麼啞俱共賞 看一套戲是可以小朋友笑得這麼開心 大人有眼淚 原來藝術與商業是可以平衡 他給我很大的啟示就是 我覺得我未來如果我要做電影的話 我要是一個這樣的電影人 拍到一套這樣的電影機 拍到一套這樣的電影機 看來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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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